10到17萬QA問題目擊中 請觀眾踴躍提問 求你們了 不然我怕到時候很尷尬 事發中我的原因 幹話總要來聽 大家好我是Simon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從城當道的第10季那些人去哪了? Part 2 這集我已經確定要分成4集了 因為第10季有趣的人真的太多了 光是傳奇書法大叔沒給我個八九分鐘 是無法完成把他講得淋漓盡致的 不過大家也別擔心 雖然集數分的比較多 但精彩程度卻不會有任何的稀釋 提連再提連弄壽再弄壽 Simon頻道的精華 有你有我有幹話 給你滿滿歡樂10分鐘 那麼話不多說 讓我們直接進主題 第一位Shirley 啊Shirley你整成外國人 我還是認得出你 本季金氏好媳婦 娶到賺到 Shirley是個很特別的選手 一般來說海選通常會做自己最擅長的菜色 正常嘛 不管怎樣先拿到門票進場再說 但Shirley海選竟然做的是印度菜 因為很明顯Shirley並不是印度人 原因揭曉因為她的老公是印度人 自從跟老公相識以後 才開始學習香料的運用以及印度菜 但結婚了10年 在廚藝方面還沒獲得婆婆的認同 啊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湊一桌打麻將可能會快一點 大家對於印度菜的印象都是枕頭糊糊的 一口吃下去根本不知道在吃什麼東西 不過就是好吃的不得了 啊印度菜真是一種非常神奇的菜色啊 而Shirley海選做的印度菜奇蹟的好看 而且這道其實是咖哩 這絕對是我看過最好看的印度菜之一 而口味也跟擺盤一樣精彩 順利收服三位評審通過海選 比賽開始之後 Shirley每一場都展現了超凡的實力 在我看來是前期最有機會奪冠的選手之一 要瞭解Shirley在印度菜的表現有多厲害 我稍微提一下一場比賽 本季的第五集比賽內容是雞肉 本場比賽有兩個人做印度菜 一個是Shirley 另一個則是本季傳奇選手舒巴大叔 先來給大家看一下這是Shirley做的菜 然後這是舒巴做的菜 是不是開始期待舒巴這個選手了 咖啡色納豆其實是醬汁 我當時以為是色香貓拉出來的咖啡豆啊 看看同樣的食材同樣的料理風格 卻展現了截然不同的美感 印度的香料味加上法國菜的擺盤等級 Shirley在本季幾乎沒對手 但問題是Shirley一開始太執著於做印度菜了 甚至讓我一度以為Shirley是不是只會做印度菜 於是Golden很認真的說 今天你不是要做菜給你婆婆吃了 不要再做印度菜了 啊Shirley show me more 其實在廚生裡面做異國菜是很吃香的一件事情 一般選手都是煎啊烤啊 其重複性比較高 端出一道異國菜 不僅能讓評審耳目一新 還能跟其他選手做明顯的區隔 這也是為什麼以往印度選手名次都蠻靠前的原因 所以Shirley前期的表現事實上是有點戰略性勝利 那麼如果不做印度菜 Shirley的廚藝如何呢 啊依舊是妥妥的完全沒問題 日式料理也是一把招 蛋糕複製賽也宣告老娘不只能做各國料理 甜點也是小手一台 馬卡龍也是完全可以直接掛上網賣的等級 而且這馬卡龍的餡料竟然是用翻紅花 前期Shirley給人的感覺真的是一堆鴨香爆 其他人技能就Q到R 頂多加上一招被動 Shirley則是整個鍵盤都有不同技能 用連滾都能接技接死你 無時無刻都可以給觀眾驚喜 每場比賽都會好奇 他到底還有什麼招沒使出來 到底有什麼菜色難得倒你 不過真的是沒什麼單人賽 有辦法對Shirley的女王地位造成任何撼動 但是如此強大的Shirley真的沒有任何弱點嗎 啊當然還是有的 不然他也不會被淘汰啊 Shirley的團賽真的不行 是個很明顯的招門 前期其實還好估計是雷包更多 但後期人少的時候 這明顯的弱點就直接被放在太陽底下賽了 本季的第16集賽車場團賽 哇靠真的是踩得到地板的地方 都能讓你們打上一架啊 本次Shirley的隊友們其實非常的照 特別是這兩個男高哥 之後也會介紹到 好的比賽開始 看了那麼多技呼外團賽 我總是會想為什麼運氣這麼好 從來沒遇過下雨天 唉呦這不是來了嗎 老天不皺眉 雨花啦啦的開始了一陣暴雨 藍隊的高哥表示他主賽遇過很多突發狀況 有次還在旁邊有熊的情況下處 但都沒有一次比這次誇張 啊不不不不 兄弟還是有熊誇張點 我不知道你的標準到底在哪 不過大雨並不能交起兩隊的火熱鬥志 本場比賽薛里帶隊 藍隊其實原本蠻順利的 直到第一盤神鮭魚出現 薛里徹底崩盤 原本的計劃是這樣的 讓這個小帥哥負責把鮭魚皮尖萃 再由大個子把鮭魚放進烤箱 是個不錯的計劃 但由於大個子又被教去做馬鈴薯 等於是他要烤鮭魚又要做馬鈴薯 想單而而其中一件事一定會被辣掉 而被大個子落下的就是烤鮭魚 因此出現了深到放回水裡 都能回遊到自己故鄉的鮭魚 那麼發生這種情況 如果你是隊長你會怎麼處理呢 A 重新調度人員 B 自己親自監工烤魚 C 出餐前仔細檢查有沒有生肉 但是呢 Season10嘛 總是要有點特別的 他決定把魚皮全部拆掉 哇這幾人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皮跟你們到底有什麼仇啊 就不能讓他們好好跟肉在一塊嗎 我再次鄭重的譴責這種吃肉去皮的行為 老天可以原諒你 但我跟評審可沒這麼好講話 之後看隊友好像上軌道了 又決定要留皮了 如果有看廚神的都知道 菜色的一致性其實比菜好不好吃更重要 因此在Shirley決定要去皮的那一瞬間 藍隊贏下比賽的機率就已經是微乎其微了 如此亂無章法的帶隊方式 最後也沒意外輸了比賽 Shirley這場比賽難辭其咎 然後在Golden旗艦店團賽時 表現得也很慘 扇貝瘋狂出包 直接把扇貝給用完出不了菜 最後跟印度蘇爸大叔一同被淘汰 兩個擅長印度菜的選手一起被送回美國 我到現在還是覺得Shirley是個相當可惜的選手 她有著很全面的實力 可愛的性格以及開朗的笑容 是個想讓人討厭都難的選手 最後獲得第五名 也總算是可以回家跟婆婆交代一下了 喔對了 Shirley鼻子上其實有穿動 我當時想說 哇塞這姐姐看不出來這麼前衛啊 後來一查才知道 那是印度女性已婚的象徵 幫大家科普一下 至於這個可愛的選手現在在做些什麼呢 有趣的是剛結婚的Shirley 跟你我一樣還不擅長廚藝 她老公一度提議要幫她報名一個叫Wars Cook in America的節目 全美醉爛廚師 這節目跟廚人當到完全相反 你們平常犧牲的廚藝 擋到人家早就想到啦 唉唷 我突然好想看這個節目 感覺會有滿滿的內森 不過會透過後續不斷的培育 選出一個進步最多的選手 不過看Shirley在賽中的表現 證明人家是真的進步神速 離開Master Shift後 繼續當個好媽媽 印美混血的小朋友非常的可愛 跟比賽時筆俠IG上的照片一整個瘦了一大圈 廚藝不錯的Shirley 後來也製作了很多可口的馬卡龍限量販賣 喔喔還真的被我說中了呢 請叫我料事如神王賽門 好的下一位Noah 一個來自喬治亞州的兩尺高個兒 剛剛說做菜旁邊有熊的兄弟就是他 你知道他為什麼不怕熊了吧 因為他跟熊差不多高 很喜歡穿吊帶褲 長得很像巨型阿拉雷 海選時Noah就展現了強烈的美式風格 是典型的美國直男 也是頭一個用漢堡過海選 拿到參賽圍裙的選手 小小廚生偷來的一樣一整個緊繃的要命 Noah是本季奧部 估計是整個廚生史基本功最強的選手 本季的第三集基本功大考驗 考三種切洋蔥片羽跟分離蛋白 Noah是完美發揮 不過當時其實沒給太多鏡頭 只給了最後的結果畫面 後面幾集有Noah刀工的特寫 那速度快的不可思議 這刀工這身高這麻味 難怪我覺得你越看越遠熟 瑪德雷恩是不是你 除了基本功很強以外 在比賽中的表現也都很不錯 而且Noah的食物有個特色 就是都走一個超級美式風格 不信我們來看看他做的馬卡龍 大哥你是不是搞錯主題啦 這已經是漢堡了吧 當然除了食物很大以外 Noah在其他方面也都很美 像是特別有自信特別敢冒險 而接下來這場比賽 正是Noah一戰成名之作 第14集蛋糕複製賽 阿對沒錯又是這場 這場比賽有很多蛋糕能挑 難度有高有低 而難度最高的當屬這個歌劇院蛋糕 輪到Noah選蛋糕時 Noah二話不說 抓了歌劇院蛋糕就跑 引來全場歡呼 你現在一定想說 上面那朵玫瑰花到底要怎麼做 我當時也非常的好奇 Noah這麼有自信 想都沒想 說不定這個巨人 有著意想不到的烘焙技巧 那我們就省略中間100個步驟 直接看結果 呵呵呵 這什麼鬼啊 你的玫瑰呢 大哥原來你早就知道自己會失敗了 連玫瑰都鎖姓不做了是吧 最近如果說頭號諧星是出發大叔 那Noah絕對就是做二望一 除了很會做效果以外 Noah真的是本季的嘴炮王 他幹話真的很多 還常常有一些超好笑的神癖喻 但是他的幹話不會讓大家覺得煩躁 反而是很能炒熱現場氣氛 會讓大家會心一覺 讓觀眾看得很開心的那種 除了以上幾點以外 Noah還有個特色就是他非常喜歡安慰人 但安慰的方式都很直男 每次都是人家明明做得很爛 但Noah會說沒事啦 幹得好 這句話沒什麼問題 但問題就是他的表情 一點都沒有要安慰人的意思 對男生就算了 連對女生也是這樣 Bread電底時說 沒事啦你的看起來比我好 瘋狂的直男安慰法 完全是個鐵寒寒 其實我是非常喜歡Noah的 只是他的好笑跟魅力很特別 比較難用文案展現 還是希望大家能親自去看第十季 相信我你會被他瘋狂的鬥笑 最後在準決賽中不幸落敗排名第四 只是製作組你們就不能準備大一點的車給他坐嗎 Noah做起來像大人在做破夢車啊 不過整體來說算是一個很有實力 為人又討喜可愛的選手 我個人非常的喜歡 那麼Noah現在在做些什麼呢 Noah的本業實際上是個化粪池清潔員 是個相當的體力活 我以為Noah會因為儲神的關係就此轉換跑道 但沒想到的是比賽結束後 他回到了本業還順便升職加薪成了行銷總監 個人覺得他會升官有點神奇 不太能理解 UNIKE和蘇芭成為了革命情誼的好友 很喜歡小孩 還很喜歡搞怪 是個戲裡戲外都非常親民的大哥哥 好的最後欸 麥卡本季奧布 是廚生史上最他媽悲情的選手 一個19歲的年輕小哥 為本季年紀最輕的選手 整個廚生系列比他年紀更小的 也只有第八季沒什麼戲分 但身材卻很辣的Page小他一歲 這類型年輕選手通常表現不會到太逆天 一般來說兩種下場 一種經驗不夠 實力不足 早早下場 大家對他沒什麼印象 而另一種屬於認真學習努力向善 但欠博樂的千里馬型選手 像是讓觀眾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 第八季Gave小哥 那麥卡屬於哪一類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麥卡從海選時就充滿了故事 讓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次海選又換了一個玩法 每個評審身上有一張魔法卡 可以給不小心失足的選手再一次機會 總之就是 瑪莉歐的綠蘑菇 神魔的魔法石 或者遊戲網裡的西架搜射 總之的接關就是了 最後再由三個拿復活卡的選手 PK選出最後一個復活人選 而麥卡這張復活卡正是Golden給的 事實上我一開始覺得Golden完全給錯人 因為麥卡第一次海選端上來的菜是 吉拿棒 這個馬也不是說不行 只是這也未免太簡單了吧 但為什麼會做這麼簡單的菜色 麥卡倒是給了很完整的解釋 因為他是混街頭的 街頭的食物最能代表我 我九歲時就看到了這個節目 我放棄了一切來參加這場比賽 父親不同意我來比賽 他說只要來參加比賽 以後就不要再踏進家門了 我希望透過廚神讓父親認同我 算是拋下一切背水戰的選手了 不過有故事歸有故事 海選送上吉拿棒 基本上已經是宣布死刑了 你當這裡是威秀的外送服務是不是啊 不過估計是Golden在麥卡身上 看見了自己年輕時的影子 因此願意給麥卡一個機會 這裡補充一個Golden的小故事 在第一季的時候他有說過 Golden年輕時在法國學菜 每個禮拜六天每天12個小時 都他媽在狂切洋蔥 因此年輕感平時是Golden最欣賞的類型之一 於是乎麥卡獲得一條全新的命 最後也不負眾望的殺出重圍 獲得比賽圍裙 我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海選時的一個悲傷小彩蛋 那就是麥卡是唯一一個自己來比賽 沒任何人賠的選手 天啊好慘喔 不過男子漢就是要用自己的雙手 打出一片天下 今天你對我愛理不理 明天我要你高盼不起 剛進入正規賽的麥卡實力非常中斷班 麥卡表現不算很突出 你只會覺得 哦你還在啊 大概就這樣 沒什麼讓大家眼睛為之一亮的菜色 前期麥卡給人的感覺像是 沒受過正統廚藝訓練 但有點天分的自學廚師 像是第五集 嘗試用45分鐘內做紅酒燉雞 這道菜我上網查 光是燉煮就要50分鐘起跳了 Gordon說在法國至少要4個小時 而且他也沒吃過正統的紅酒燉雞 等於是用瞎子摸象的方式 搞了一道傳統菜出來 結果怎麼樣就不用多說了 你跟一個外國人說 佛跳牆吃起來怎麼樣怎麼樣 他也不可能真的複製出一宗佛跳牆給你 麥卡是個有天分的孩子 不過缺乏經驗跟眼界 麥卡似乎也很清楚自己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後期他就走了一個全新的路線 那就是盡可能簡單 把菜裡的每個物件都做到最好 再加一點屬於自己的小創意 像是第12集的帝王蟹 其實這場對麥卡是非常不利的 因為他根本沒吃過帝王蟹 也根本不能吃 因為對甲殼類過敏 那他怎麼做呢 專心把燉飯做好就行了 但又怕燉飯太簡單 於是做了墨魚燉飯 這就是後期麥卡的戰略 盡可能突出食材原本的風味 並在基礎上添加一丁點的創意 因此麥卡實際上給人的感覺是不斷的在進步 一直磨練自己的基本功 一直動腦怎麼改善弱勢 評審給的建議基本也都會聽 跟其他選手的互動也非常有愛 其他選手被淘汰也會上前去抱抱 別人做得好也不吝嗇稱讚 團賽麥卡也是個重要螺絲釘 從不抱怨低頭任分做自己的事 還會默默飄出來幫大家加油 是一個非常謙虛又有禮貌的好孩子 你真的挑不太到他什麼缺點 但就是這麼一個認真向上努力 又有天分的青年 卻在本季的第21集贏賴了人生最大的失望 這集是每季必定出現的家人煽情橋段 其他選手的家人一一從後台煙幕中出現 並且開心的擁抱享受天倫之樂 就當所有人陶醉在這溫馨氣氛時 全場選手包括觀眾都將目光聚集在麥卡身上 期待麥卡的父親能夠出現 能夠為這個獨自追夢的孩子 給一份他最渴望的肯定 但煙幕慢慢消失 麥卡的家人依舊沒有出現 每個人身邊都有自己愛的家人 而再一次麥卡又是孤身一人 採選時一個人來比 靠著自己的努力拼到了第7名 家人還是不認同他的夢想 說多難受就有多難受 而這也是除生開播實際以來 頭一次家人不肯來的情況 這對一個正在努力追夢的19歲少年來說 無疑是個巨大的打擊 麥卡頂著杯上繼續比賽 估計是麥卡真的太像年輕的Golden了 表示我非常信任你 你的家人沒來 但我會一直當你的家人 比賽結束 選手紛紛跟自己的家人擁抱告別 也就只有麥卡一個人落寞站在原地 這裡還走了一個非常悲傷的劇 其實我以為劇情會在這裡有反轉 可能家人有拍個影片啊 或者錄個音啊 結果什麼都沒有 真的超級讓人心疼 而也就是在同一集中找到淘汰 但是像這麼勤勞又積極向上的青年 是Golden最願意培養的對象 比賽結束後 Golden會親自幫麥卡安排他在廚師之路的下一步 辛苦總算是有的回報 其實看著麥卡一整季下來真的很感動 從海選擦臉選無上 靠著自身的努力 最後獲得世界主廚的青睞 這一路的旅程真的是夢想成真了 19歲的靈魂終於找到了自己的歸出 而麥卡也不再孤單 因為有著這群好夥伴在廚藝之路相互扶持 Season 10對於麥卡來說 肯定是個難得的回憶 比賽結束後找不太到麥卡的資料 Golden具體給了什麼建議也不知道 推特上也沒有工作相關的訊息 但似乎家人依舊是不支持他做廚師 有一個贊助網站 近期因為疫情的影響 導致芝加哥大部分的餐廳關門 害他沒有收入 這已經是我們能找到最近期的東西了 但贊助金額已經超過了不少 所以我就不特別把連結放在下方了 以上就是出生最哀傷的選手 看的時候是真的心疼啊 好的上一期播出以後 有網友提供一個有趣的連結 是統計第10季每個場景出現的次數 像是評審光是說It is season 10 整季就說了79次之多 總之這個等我把所有人物介紹完 帶來跟大家分享 應該會蠻好笑的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Simon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